嗨我是寶可夢 歡迎回到我們的頻道喔 今天呢我們要來做信用卡開箱 你看這個畫面你就知道 其實我們就是要分享這個美國運通的信用白金卡啦 我現在拿到的這一張呢 現在我們就來做開箱好不好 好來 這個是直接打開給大家看 這一次呢 把它打開之後呢 它東西其實也蠻多的 各自的部分先按一下 這一張開箱 然後 還有後來的這個是 信用卡的約定書總約定條款 那裡面有這個所有相關的資訊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從這裡看 那再來還有一張是這個 信用卡代表 這個授權書 有興趣的話呢也可以就是把資料填一填 回船那他就會代扣繳這個電信費的部分 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 遠傳跟亞太都有 好那再來還有一張是他的這個 2020年的優惠禮遇 相關的資訊都在這裡 好那我們趕快來看一下這個開卡函的正面 因為開卡有一些這個各自的部分 我先把它就是用貼紙貼一下 這樣子比較 不需要再外打馬賽克 好 看一下喔 這個 好這是開卡的 證明那個卡片剛剛掉下來了 這等一下再給你看 那他的正面的部分呢會有你的個人資料 然後還有就是你的這個卡片的號碼 那背面的部分呢就是有這個相關的APP可以下載來使用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這一張信用白金卡 這個他的卡面到底長怎麼樣子呢 好來給大家看一下 噔噔 好有沒有看到他其實不是金屬卡 但是呢他其實在光線下面也是會有一些這個稍微折射的部分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齁 所以這是我取得的第五張美國運通卡齁 事實上我身邊有蠻多美國運通卡 像這邊你可以看到就是已經有 其中前面的這三張已經剪卡了 那第四張是我們之前介紹過的這個信用 這個千賬白金卡 那現在再加上這個信用白金卡 所以總共有五張信用卡齁 這個我都是美國運通卡 大概用了多久 好像八九年了齁 蠻久了齁 好那中間有一些時間就是你就把它剪掉 然後再重新申辦這個樣子 好那我們今天呢就來看看我們的這個重點 好第一個就是小白開箱給你看 好那剛剛已經有做開箱了 第二個的話我們來討論就是 今天的主題齁 年費等於500元是真的假的 那兩人同行一人免費有哪些餐廳可以吃呢 好那再來要跟大家分享 我是怎麼去研究這個優惠 加上如何去使用它的 好這個等一下也會分享 那最後呢就是這個半卡的優惠 好跟大家提示一下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進入主題 剛剛就是小白已經開箱完了齁 很迫不及待跟大家開箱了 好那再來的話呢 要來講一下這個年費等於500元 這是真的還是假的 因為我覺得一般而言 大家都知道美國運通卡其實都是要講年費 而且都蠻貴的 好像大白就是要36800 小白是8500 那真的有機會可以拿到500塊的年費嗎 好它是這樣子計算的 你可以看一下好 首年的年費是8500 然後它沒有辦法減免 它是100%一定要收取的 但是呢它會送你8000元刷卡金 所以一來一往之下你大概只要繳500塊的年費 你就可以使用它的優惠一整年 好我個人覺得這是一張蠻 可以賺得了回饋的卡片 我等一下算給你看你就知道 因為我其實拿到大白小白這段時間 我其實已經吃了非常多餐廳 那在這個影片最後會直接有這個表格解釋給大家聽 好那這個8000元的刷卡金怎麼拿呢 好不限金額來刷卡一次 佼佼年費就可以拿到6000刷卡金 那如果你在90天內刷滿6萬塊錢 那它就會再送你2000刷卡金 所以加起來就是8000塊的刷卡金 那你可能就會去想啊 就是美國運通卡又不是每個地方都可以刷 那感覺起來也不是那麼好用啊 那是不是有哪些通路可以讓我刷到6萬塊呢 我在這邊呢我就整理了幾個通路給大家參考 如何解6萬塊的任務 第一個你可以到百貨公司做消費 大部分的這些百貨公司 像SOGO大元版都可以接受美國運通卡 所以你可以趁母金錢檔期或者是中秋節 或者是百貨公司中年慶的時候來申請卡片 並且使用那你就可以拿到就是更多的回饋這樣子 那如果你不常去百貨公司 你也可以去第二個通路就是PC Home PC Home上面呢刷卡可以這個使用美國運通卡來做支付 所以這也是不錯的 包括你購買這個儲值金 PC Home的儲值金也符合喔 但是你就買個6萬塊有點多 那你也可以分幾個通路 比如說第三個通路 MOMO購物網來做購物也可以刷美國運通卡 那你也可以拿來購買MOMO的紅利金 那MOMO紅利金就是先儲值之後再慢慢消化掉 這也是一個可以的做法 那第四個就是你也可以到家樂福 某些賣場其實是有接受美國運通卡的 那麼你可以做刷卡消費 或者是儲值家樂福錢包 你把這個你的消費金額儲值在家樂福錢包也符合 但是家樂福錢包就是最多就只能5萬塊錢 所以你額外多的你要再搭配其他的這個通路 那這樣子來做儲值就可以完成6萬塊的任務 之前有人在問我說那可不可以拿來繳2022年的眾所稅 或是繳費啊什麼的 好那非常的可惜就是 就是今年的眾所稅繳稅好像不行 就是只要是稅費都不能夠用美國運通卡 因為你用這個部分的話呢它是不記入新增消費的 所以這一點大家還是就是要特別去注意 還是做一般消費就好了 好那再來呢 我們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兩人同行一人免費 有哪些餐廳啊 所以這次呢我就特別去整理了一些有回饋的餐廳 那甚至我上個月我有去吃的 我就直接放照片給你看 好比如說這個 玻璃廳 精華酒店的玻璃廳其實是素不盛名啦 好畢竟它這個有非常多的肉食 好之前我們在大白也有介紹過 這是一個很不錯的 那我之前去吃大概是四五年前 然後去吃的是一個早餐的這個buffet 那早餐的話呢它沒有像這個正餐這麼多肉 但是呢它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東西 好大家都知道寶可夢吃素 所以對於我來講 我去吃buffet是不太划算的 好不過呢 最近就是明文有排除 這是我在四月中旬的時候去吃的 好中間這張照片就是它的那個日式的這個吧台 然後有非常多的生魚片 好這個大家都可以去走走看看你就知道 其實它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食物 好也有這個肉排啊 然後也有這個印度的料理啊 好然後也有港式燒辣 這個我之前在我的podcast裡面呢 也有跟大家介紹過 所以這是值得一吃的 好那再來 維多利亞酒店的雙喜中餐廳 看起來非常的高級 我把它排成 將來呢有機會我也去吃吃看 如果你喜歡的是維多利亞酒店的雙喜中餐廳 那這張卡片就適合你辦下來使用 成品行旅 inbetween這間餐廳的chapter cafe 好的chapter cafe 這兩個餐廳呢 我稍微看了一下 它的確是蠻高級的 不過呢 有沒有素食菜單 這還要再特別的去確認一下 但如果有的話呢 我都一定會跑去吃吃看 這是一定要的 那台北遠東香格里拉 剛好是我上個禮拜去吃的這個醉月樓 那它的醉月樓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套餐 素食有套餐 葷食就有三個以上的套餐 那你也可以選擇用單點的方式 那它的結算金額就是 兩個人的金額加總之後除以二 就是這次美國運通卡的折減的部分 這個小白也有 那也是蠻不錯 中間這個是我朋友點的這個 這是那個龍蝦 這個龍蝦他說非常的好吃 所以他覺得這個是指揮票價 但是他有一個缺點 醉月樓的缺點就是他沒有服務 他們的服務員就是趕快東西給你 然後放著就走了 但是他的東西品質是好的 只是服務就是可能太忙了 人太少了所以沒什麼服務這樣子 但是很好吃 這也是我將來還會再去吃的 那第二個 這個圓東向內里亞的第二個餐廳 是馬可波羅 馬可波羅前一陣子我帶我朋友去慶生 去那邊吃 那他叫的這個是這個豬腳 他也是滷的非常的有味道在裡面 所以肉食者的話呢其實真的蠻推薦你去馬可波羅吃吃看的 他的不論是甜點還是他的正餐都很好 那素食的部分呢他其實也是有這個可以讓你組合成一個套餐的選擇 所以我也是吃的蠻開心的 所以這個馬可波羅的服務也很棒 馬可波羅的服務跟座月樓真的是沒得比 馬可波羅真的是他們的服務蠻細心的 好那你可以感受到服務但是上海座月樓就沒有了這樣子 好那再來台北士林的萬利酒店這個士林廚房他吃的是buffet 好就是可以叫很拿很多很多東西來吃 這也是蠻推薦的喔 韓社愛麗酒店的 拉法羅 拉這什麼 法羅 法羅 拉拉 對這個義式餐廳呢 他這個照片是從官網上面拿下來的 這個也是看起來很厲害 好這是雙人餐然後是吃牛肋排 好所以如果你也喜歡去韓社愛麗的話呢 使用這張卡片也有蠻多的折扣 那這邊呢是我從官網就是整理下來 這個兩人通行一人免費的餐廳 好像精華的伯利廳 台北軍閣酒店的凱菲屋 然後還有剛剛講的維多利亞酒店的雙喜中餐廳 然後成品新綠 台北遠東香格里拉的醉月樓跟馬可波羅也是我自己很喜歡的 好以下就是通通都有 好所以這些餐廳如果你常去 那你也會去吃的話呢 這張卡片辦下來 對你來說就是一張正收益的卡片 因為畢竟年費500嘛 好你只要吃一頓兩人通行一人免費 其實你省下的錢就超過這個年費的部分 那之後再多吃多用的多住的 其實都是自己賺回來的部分 好好 那這個兩人同行一人免費的這個折扣數怎麼算 如果你是三個人去的話是1.5個人免費嗎 還是你四個人去吃是兩個人免費嗎 好那不是這樣算的 他的這個規則在官網有寫的非常清楚 如果你是一個人去吃那就是85折 那如果你是兩個人去吃就有一個人的那個餐是免費的 所以最划算的就是兩人同行一人免費 好就是五折優惠啦 好那如果你是三人同行 如果你是三人同行就是只有六七折 四人同行七五折 好那五人五個人是八折 六到十個人以上就是85折 好就人越多越不划算 所以最棒的就是夫妻兩個人 好或者是你就找不同的朋友去吃 那就是兩人同行就是半價 好這個就差蠻多的 所以這個是我個人非常非常喜歡的一個這個優惠 畢竟這個信用卡的刷卡優惠說不定 自己算一下大概就是了不起3%4% 好在餐廳用餐大概就是這個數字 那你怎麼比都不可能超過50% 所以這張卡片如果對於你是喜歡吃五星飯店的這些 Find dining的餐廳 這是絕對蠻划算的 好那再來呢要跟大家分享說 我會怎麼去使用這一張美國運通卡 好這是蠻有趣的 好我第一件事情呢 我就是先去官網來做功課列出想吃的餐廳 那當然是一鍵一鍵點進去官網看 然後看有沒有素質的 好或者是朋友想吃什麼想要去哪裡慶生 好都列出來之後呢 那再打電話去定位 好這是我自己的做法 好那優先絕對是兩人同行一人免費的餐廳 先吃完一輪 那接下來再來去吃85折的 好或者是其他一般五星餐飯店 但只有85折的折扣 好那米奇琳米奇琳飯店也只有85折 好所以這個是你自己可以去做取捨的 好我就先吃兩人同行一人免費 好那你列出來之後呢再來你看 像我的話呢就是把餐廳名字列下來 然後預計用餐時間打上去 然後就真的跑去吃了 所以你看我四月份 我就吃了一二三四五六 就吃了六次好那五月份的部分呢 五月六號就還要再去吃這個 均越的漂亮廣市海鮮餐廳 這已經定位好了好 所以這個未來有機會 我是跟大家繼續分享好 那我後面有特別註明說 有些兩人同行一人免費是大白限定 有些是小白也有的好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小白有蠻多餐廳 也都是可以吃到這個兩人同行一人免費 好所以你不見得要去辦貴鬆鬆的大卡 大白然後去繳三萬六千八年費 其實你這一張小白只要付八千五的年費 等於是只要繳五百塊的年費 你一樣可以吃到這些好吃的餐廳 其實也是蠻不錯的 好再來這邊呢這個表格就是要給大家看說 我四月份的這六次吃飯一二三四五六 總共花了多少錢 總共花了應該是帳上金額是二九八七六 就是接近三萬塊錢 那透過這一張卡片我省了一三四三零 所以我只有付一萬六出去而已 所以這張卡片對我來講已經是完全正收益了 因為年費再扣掉五百塊錢 我居然還倒賺了一萬多塊錢 所以這個餐廳的卡片就是吃越多賺越多 或者是你住越多賺越多 所以這張卡片真的是對美國運動來講 應該是賠錢的卡片吧 我也不懂為什麼要做這樣的優惠 但是不太可能有人就是每週都去吃啦 所以我是抱著嘗鮮的心態 然後加上就是可以拍照 可以在網路上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才做了這麼密集的用餐 不然平常應該是不會特別這樣去吃 所以這也是提供大家參考 吃越多賺越多 那最後呢來簡單的說明一下這個 信用白金卡的產品資訊 這個固定年收呢 只要五十萬到一百萬 就有機會可以申請下來 當然你的財力越高 就是有越高的機會嘛 那刷卡累積比例是三十元一里 那你如果首年刷了 比如說三十萬就可以拿到一萬分嘛 這一萬積分呢 它再額外給你六千積分 所以這個刷三十萬 然後拿到一萬六千積分 回推就是十八點七五一積分 那這個積分呢 你放在帳上是不會過期的 除非你要減卡 那它才會就是失效 那你必須要在減卡之前呢 把它轉進去你的航空公司里程 或者是折抵這個帳上的刷卡金額 這是可以的 那第三個特色 五星飯店的這個用餐 兩人同行一人免費 就是五折 那還有十間米其林精選餐廳有八五折 那有哪些呢 其實你可以看一下我這邊寫的 我這邊有截圖 像文華東方的Robbins 金華萱 金華萱我有去吃 我覺得很不錯 這是我吃過這麼多湯裡面 最喜歡的 那文華東方酒店的雅閣 去年有去吃過的很好 那Bankondo是未來會去吃的 然後還有軍月的寶愛西餐廳 也是我很期待的 美孚米香台菜 如果它有做素食的 我也想要去吃吃看 然後大腸酒和這個桃花林中華料理 這些你都可以去試試看 就是兩人同行一人免費吃完了 就吃這個米其林餐廳吧 蛮有趣的 那全台精選飯店餐廳不限 平假日直接八五折 那某些特定的日期 什麼母親節有的可能就不讓你使用 但是平常時間 非節慶假日通常都是有的 所以這個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的 手刷你剛剛講了 手刷三個月內刷六萬塊錢 所以就送你八千刷卡金 所以這樣子的話 等於是你的年費只要五百元 那它還有一個小小的優惠 就是每週五 在指定通路有最高五%刷卡金 這是什麼呢? 其實大白小白都有這樣子的優惠 那大白的話是每個月可以拿到四百 小白是每個月可以拿到兩百 那它的指定通路有什麼? PC Home 有Momo 也有家樂福 所以你只要刷兩千 兩千的五%就是一百 所以你可以第一週拿一百 第二週拿一百 那一個月就是拿兩百 那現在是五月份到十二月份 這活動走到年底 所以你還可以再拿個八次 所以八二多少就是再賺一千六 所以你每個月都有去刷好刷滿的話 這張卡片絕對是正上加正的收益 就是可以再多拿這個八二十六 再拿一千六百塊的回饋回來 這是蠻好的 那它也有這個訂閱什麼Spotify 然後YouTube頻道的這個會員訂閱費 而且它也是有這個額外的 每個月好像多一百還是兩百的折扣 所以你就可以去拿這張卡片來做這個訂閱制 那也可以賺一些回饋回來 這是蠻好的 好 那最後呢我們來講一下這張卡片 有沒有什麼半卡好康呢? 好一樣 這個大白呢我們有推薦 小白一樣也是有推薦的 好 好 那你只要跟團申請 這個美國運通信用百金卡 本人呢就加碼送你九百積分 好這九百積分呢 你可以來兌換九百元的禮券 但如果你自己不想要拿積分 你也可以直接跟我拿三百塊現金 好我一樣可以匯給你 好所以這個相關的資料這邊 3月23號起到10月31號 把握時間 那只要跟團來申請這個信用百金卡 我就送你九百積分 或者是三百元的現金二則一 當你拿到卡片之後呢 請刷至少999元 然後憑卡面正面跟簽單拍照 然後來回報 那你的個資請你自己馬賽克 我不需要你的個資 我只要確認你有刷卡 有拿到卡片有刷卡之後 符合資格就可以跟我領獎 那我再收到你的資訊的四到八周 就是以一記一記來確認資格 然後把這個獎品就是 匯到你的指定的email 或者是你的移行帳戶 就是這個樣子 那相關的這個資訊的話 你可以在我們下面的資訊欄 可以看到我的這個文章 比較完整的說明 或者是掃我們右邊的這個QR Code 那就可以填上資料 那美國運通的業務呢 他就會跟你聯繫了 或者是你到我的粉絲專頁 然後私訊我上面的這些資訊 那我一樣就會把這個 美國運通的半卡專員的資訊呢 丟給你 然後你也會收到這個半卡專員的電話 然後他就會直接跟你做完整的聯繫 然後這樣是比較簡單的這個部分 那最後我們來分享一下 就是這個左邊是墜月樓 右邊是我去這個馬可波羅吃飯的這個畫面 我確實也蠻開心的 因為這張卡片其實辦下來 然後用了大概一個多月 其實真的是到處走跳然後去吃飯 然後那個有機會的話去其他縣市 還有再去用他的住宿優惠 那畢竟我生活在台北 我就不需要為了要住宿的跑去住宿 因為這樣有點奇怪喔 所以我拿這張卡片也是就是 我自己會用得到的優惠呢 我就會盡量的去拿來使用這樣子 那這張卡片雖然說它是 算是塑膠卡面 它不是金屬卡面 但事實上你放在光線下面 它還是會有一個類似金屬光澤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所以這兩張卡片呢 是我目前就是主力使用的 後面是金屬卡 前面是這個信用百金卡 也是我目前主力使用的卡片 那也推薦給大家使用 好嗎 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的話呢 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問我 或者是到我的粉絲專頁私訊我 我都很樂意幫你回答跟解惑喔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